大家好,我是Tia,又见面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一个first impression,第一印象的视频 我今天给大家做第一印象的产品呢,就是这个 REI自己的品牌的产品 很开心REI自己出了品牌 那它现在产品呢,还是有限 就还有更多的产品呢,在开发中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现在收到的一些产品的感受吧 那REI的产品呢,非常有REI自己的风格 就从外包装再到里面产品的设计什么 都一看就知道是非常的REI的 那首先大家现在看到,就是他们家产品的这个外包装 这个外包装就是REI的风格 然后纯黑的,然后上面就是这种 星星的这样子的图案 前后都是有REI的标志 然后他们家配送呢,是EMS配送的 所以说我觉得速度还可以 从它发货到我收到大概三天不到吧 差不多,我觉得速度还可以 然后它打开呢,是中间这样拉着 这样子打开的 打开了之后呢,它是有这样的泡沫的 这样子裹着这些产品,所以说产品收到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破损的 就包装的非常的好,就是非常的稳当,我觉得 然后里面呢,它是有两个纸的 一个呢,就是你的那个买了一些产品的一个信息的东西 那我这次呢,总共是腮红,遮瑕,还有眼影都有买 然后待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个卡片 就是REI自己这里有写的 它说恭喜你又变得美一点 然后有REI的签名 然后这个卡片也是,还是延续了包裹的一个风格 然后里面有简短介绍一下REI它这个品牌 它的这个宗旨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这整个卡片都设计的非常用心 那产品呢,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盒子包装起来的 每一个盒子的外面呢 它们都是那种星座图都不太的一样 几乎都不太一样,就有一两个是重复的吧 那我觉得非常的酷炫,非常的好看 就是很梦幻很星空的那种感觉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每一个盒子都有REI N这样的标志 然后后面呢,盒子的后面呢 它是有写着成分的 就是这个东西它含有什么成分 然后一些使用方法啊,生产商啊这样子的一些信息 它每一个盒子的旁边呢 都是有标记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就如果说它是眼影 那它就是会写着眼影是什么色号 然后它是遮瑕的话是遮瑕 然后什么色号 每一个都有写上的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每一个都有写上的 你买了什么样子 就是都非常的清楚 不会搞混 把黑色包装打开之后呢 每一个小的东西都是长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上面的图案就是根据它那个外面黑色包装图案 这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它这个壳呢是一个塑料的壳子 还蛮难摔的 因为我打开之后我不小心摔了几次 里面的产品都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这壳子啊也没有碎什么的 然后每一个产品后面都有贴上标签 就这是什么产品什么色号 就你不会混乱 就是你拿起来一看知道是什么就可以了 它每一个产品都是单个单个的 Rai说过后期会出一个可以把这些东西组装在一起的盘子 我觉得等它出了那个盘子之后 这些就会比较的方便 就你可以携带什么都比较方便 那现在呢都是一个一个单个的这样 然后它打开就是这样子 推开这样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打开的方式 我觉得还算方便吧 也不会掉 就是我还担心说这个会不会太滑 结果我发现它也不会掉 还算安全 我觉得还不错 这回产品呢我没有全部都买 眼影呢我是买了四个颜色 这下呢三个颜色我是都买了 腮红的话我是买了一个颜色 总共呢我手上是有八个小盘子 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就一一跟大家分开说一下 这些产品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吧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那我们先说遮瑕 那遮瑕这个部分呢 大家先看一下我上遮瑕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那遮瑕膏的话三个颜色我都买了 101,102,103 那我现在先用103去遮一下我的痘印 还有一些斑点看能不能遮 它的包装打开之后是这样推开的 我先试一下是非常的滋润非常的滑 在这里试一下103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比我皮肤颜色深一点 所以说要拿来遮痘印什么 这下效果还不错 我现在点上去我的斑点的地方 一点上去就能遮住了 我现在用102这个颜色去遮一下我的黑眼圈 102明显就比103要白一点 质地一样也是非常的滋润 然后一点都不会卡的 大家可以看到吗 102这个颜色明显比103浅很多 好我现在先不推开 然后我接着上101这个颜色 101这个颜色呢 跟102有点相近 但是两个色调感觉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就是一个是偏黄调一点 一个呢是偏粉调一点 那我现在用101作为我提亮的颜色 101明显就是一个黄调的颜色 102是一个粉调的颜色 这三款遮瑕总体来说我非常的满意 首先它的质地呢 真的是非常的滋润 就非常的舒服 然后一点都不会卡粉 然后感觉它上上去之后 非常的能够遮盖你一些瑕疵 然后至于色号来说 我觉得这三个颜色都挺适用的 103呢稍微深一点 就是可能用来遮痘印啊 就是斑纳这种色素比较深的一些瑕疵的话 可能用103比较的合适 或者你本身皮肤是稍微黑一点的妹子的话 用103也会比较的合适 于101跟102呢 我觉得都可以 就一个是偏黄调一点 一个是偏粉调一点 我觉得大家看自己的肤调是怎么样子的 这两个颜色我觉得拿来中和黑眼圈 或者做提亮什么 我觉得都可以 总之来说我觉得这个遮瑕 出乎我的意料 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而且我现在我感觉上去就一点都不会干 就感觉非常的滋润 非常的服贴 我很喜欢这个遮瑕 接下来我们就说眼影了 那一样大家先看一下我上眼妆的过程 我买的这四个颜色呢 是它在淘宝界面里推荐的一个组合的颜色 我买的是1号2号4号跟6号 那在画之前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现在我还没用过的一个外貌 呃外壳就已经是这样子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就非常的酷炫 那它里面呢我其实一开始收到之后看到之后 我有一点点小失望的 因为我发现它四个眼影 它压的那个平整度是不太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4号色这个红色呢明显就是平整很多 但是这个2号色呢就明显没有那么平整 这是我刚打开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我还没有用呢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6号这个颜色也是有一点不太平整 大家可以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1号 我相信大家已经很直观看到它一个盘子压的一个情况了 是跟它的质地有关 所以说它没有办法说压的太平整 首先先给大家按顺序试吧 这是1号色 1号色叫月光之尘 它的质地非常的光滑 然后我没有感觉是很像皮泥那种感觉 闪度非常的高 这月光之尘给大家试一下 大家看得到吗 显色度非常的好 一笔画下去 这显色度真的是就已经显现出来 蛮喜欢这个颜色 这个是一个金色 非常的金灿灿 虽然它写的是eye shadow cream 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很cream的感觉 就觉得还ok 就是介于粉跟霜之间的那种质地吧 我觉得质地还不错 因为它显色度非常的好 2号色呢 它是叫木莲衣 应该是这样叫吧 我四个盘里面最不平整的一盘了 给大家试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显色度真的是太棒了 非常非常的好看 这个颜色好好看 好喜欢啊 超级喜欢的 4号色 4号色是叫金鱼花火 这个颜色也非常的好看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明显确实不一样啊 这个后面写的是powder 就是这是一个粉状的眼影 这个质地明显就是比刚才那两个眼影的质地要色很多 就手摸上去 因为它是粉的 大家看 这个颜色我觉得很好看 超级的好看 那6号色呢 应该是叫金鱼灵 这个颜色呢 它也是一个cream的 就是跟1号2号颜色是一个质地的 大家给看一下 我觉得cream的质地的显色度会更高一点 大家看一下 一笔画下去绝了这个颜色 这个质地真的是太棒了 我觉得好好这个质地 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色了 首先呢是先用4号这个颜色来做一个打底 因为是粉状的嘛 所以说还是得用刷子去上才可以 接下来我就用这个1号的这个月光支撑 按压在我的眼皮的中央 因为它是cream状的嘛 就建议就是用手上 接下来用这个6号的色金鱼灵 做一个眼尾的晕染 因为我怕不晕 我还是用刷子晕一下好了 然后再用2号的这个颜色呢 体谅一下眼下 就是如果你有卧蚕的话 是用来体谅卧蚕的 最后呢我用一个粉红色的眼影 去体谅一下我的眼头 我今天用下来 我觉得这4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 而且我非常的喜欢 它cream的那个质地的眼影 质地呢跟colourpop又不太的一样 我觉得它的质地比colourpop要好摸 其次它的显色度 我觉得4个显色度都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显色 而且每个颜色我都很喜欢 就这4个颜色 我觉得在日常的搭配来说 真的非常的适用 而且它闪的来呢 我觉得并没有感觉到 它的颗粒很大 就是感觉很奇怪 其实它的闪还是感觉是 蛮细微的闪的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如果大家眼影的颜色不知道怎么选择的话 我觉得你就可以按照它推出来的组合的颜色去买 或者你觉得你想要哪个颜色就买哪个颜色就买 这都是随意搭配的 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眼影不错 而且它真的是一点都不飞粉 cream的质地是已经是不会飞粉了 它粉状的那个powder的质地 我都觉得也不会飞粉 就压得非常的实 除了我刚才说我刚收到的时候 就是那个cream状的粉没有压得很平之外 我觉得现在我用完了之后它就变平了 就是我的手按压了以后它就变平了 其实这个影响不大 我觉得现在来说我觉得我还是蛮满意的 最后一个呢就是腮红了 大家先看一下我上腮红的那个状况是怎么样的 腮红呢我就买了一个色号是02号叫安石榴 就有一点点偏粉橘色的这样子的一个腮红的颜色 那这个颜色我先给大家试一下 它的质地也是cream状的质地 就非常那种柔糯的质地 显色度也是非常的好 这是一个也是非常提气色的一个腮红 这个腮红颜色我就用点的形式吧 这个颜色好好看好提气色耶 那它腮红呢总共是出了两个颜色 我在两个颜色里面我就选择了这个 稍微有一点点橘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 然后大家可以先看一下真的是显色度真非常好 我真的挺诧异它这个cream状质地的一个显色度 比我想象中真的好超级的多 那所有产品的试色呢都已经在我手臂上了 所以我觉得Rei它的产品呢真的是超乎了我的想象 就作为国产的一个品牌 性价比来说真的超级的高 而且质量真的非常的好 我很期待它后续推出的一系列的产品 因为我之前有跟它留言说 眼影一定要出哑光的颜色 眼影的颜色 修容的颜色一定要有 高光颜色也一定要有 我相信这些接下来的产品 它应该都会有 那希望我今天的第一印象有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的公众微信号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很多毕业生在找工作的时候都要经历面试 那面试的时候 很多人就不知道应该要画怎么样的一个妆容 还有在面试中会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一点地方 那我作为过来人的话 我想把我的一些想法 还有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分享给大家 希望会对大家有些帮助 那我们下期视频